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准确 经过我的精心打造 你现在的穿着打扮 都是周末最欣赏的风格 包括我给你制定的那些聊天内容 也都是严格控制在周末感兴趣的范围内 他唯一不喜欢的应该就是你的情商吧 明白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补救 随时听候我的指令 不要自作聪明 那万一你错呢 正所谓啊 者千律必有一失 愚者千律必有一得 咱们总有个概率吧 停 你不觉得你现在开始自作聪明了吗 好像是有点 那么女神什么时候才会来买咖啡呢 一般是在下午的四点半到六点半两个小时之间 当然了 有可能不来 没关系 为了女神 我没等到海布斯兰 哎呀我去 哎 怎么了 你有饶了 没有 我被你惹到了 你住吃什么了 你要是吃坏东西 我可以给你出现点药 一般如果吃不下东西呢 我还有一般的事 贝总 喂 他给你发省略号不是想敷衍你 而是想告诉你 即使他什么都说不出 但是他还在 虽然人生就像是超级马力 你经常掉到沟里 但是只要你爬起来继续前行 怎么有的公主 公主只是个传说 来 乞丐的轻敌 不可能是白马王子 只是可能是比自己 混得好一点的乞丐 你说让你 跟小先生有较什么劲 有道理 哎 哎 你说谁是乞丐 不是 这么说的 你拿回去吧 我说乞丐 我姐她是方苗 摊木区域 摊木物质这些东西 她绝对是个借口 而且现在方苗 那么大的改变 她怎么会拿这种事情 来说事呢 最好 好 这不是 我 我 我 看 来 我 然后 我 我不想喝 我自己有 我让他请我喝个别的 哎 童谣 你又换成礼料了 你说我一个电梯下来 你都换了多少回了 是礼段让你换的吧 你告诉他 他的事我不管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 你是 余光 女神你好 对 余光 你换发型了 喜欢吗 傻不傻 什么情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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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啊 我有点事想问问你 我现在不方便 你贴了钢化膜是吧 对啊 我就怕摔才贴的 那还是摔了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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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很好 这不是很好 不怪你 一般钢化膜厂家都会宣称 自己的应酷表面是9H 但实际 这个应酷的标准 和我们生活中说的那个应酷标准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我先打断一下 什么是9H 你不知道9H是什么 不会吧 不知道 9H是一个硬度标准 一般用9H的铅笔呢 在材料表面划 可以不留痕迹 缺货 能别聊这些吗 你找地儿坐吧 咱们找一地儿坐会儿吧 正上说一样这事 手机没事 我这么要去买饮料要威胁 好 我今天身上没有带9H的铅笔 当然了 谁平常出门也不会带9H的铅笔 对吧 你问我啦 没关系 我可以用钥匙 对 我用钥匙 给你试一下 我现在用钥匙 这样一滑 这回彻底碎了 这回彻底碎了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已经碎了 哥 咱能别聊这些专业知识了吗 聊酒 跟他聊酒 您也喜欢柠檬口味 对啊 我也喜欢 真巧 柠檬也可以叫作 grupo 羊柠檬 一模何弓 产地主要是 美国 西班牙 意大利 希腊 花期再逾四到五月 对 果期九到十一月 这个柠檬里边儿 有非常多的这个柠檬酸 从本草岗木里边说 这个事情其实 一个没留着 你怎么能聊的闻草纲目呢 你别聊了 喝 快 跟他喝起来 来 喝一杯 来 干杯 这个鸡尾酒呢 其实我也略懂一样 九十六年前 也就是一九二零年 美国时逢经济大萧条 于是颁布了敬酒令 这美国人啊 根本就抵挡不了 这个美酒的诱惑 他们就用螺丝起子 将柑橘和沃德卡 搅拌在了一起 就产生出了车车 那这款鸡尾酒的灵感呢 就是源自于车车车 你是学广告的吧 是学过 当初我在广告戏的时候呢 其实就梦想 能拍出这样一支广告 给你看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广告之一 叔 你最大的梦想是开一家客栈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广告其实只是一份工作 其实我最大的心愿是开一家客栈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 他的想法和我这么相像 值得开一家客栈 了 傅 是 他 agreements schauen 晚上啊 行啊 你说晚上上哪儿吃去 我知道新开了一个泰餐不错 那你没什么可聊的 我得回去上班了 等会儿啊 咱们 咱们还没说手机这事呢 去店里换一钢化膜 也用不了特别久 差多几分钟就能完事 不用 真不用换了 我自己换就行 离这儿最近的店呢 应该在三里庄 咱们这儿来回来去打车呢 差不多是五十 你这钢化膜呢 差不多是一百块钱 这样 我给你一百五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 有你这样的吗 凭什么就我请啊 你说怎么着也怎么着 我真的得走了 等等 等会儿 咱们也可以给再换个话题 比如说说说什么 音乐啊 文学啊 绘画摄影 或者说点什么情感婚姻什么的都行 你居然太逗了 你还知道情感婚姻呢 有个敬礼吗你 这个事呢 其实是我的工作 来 坐 别忘了 我跟你姐可是同事 其实咱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还没说呢 婚姻感情 是我们共同的职业 只不过你们做的是复合 我们做的是分手 从本质上来说完全一样 只是角度不同罢了 可以 可以 那我见你去 好 拜拜 你们现在正在 负责的这个林有阳的案子 我觉得你们根本就没有抓到要领 那你是怎么认为的 你好好帮我讲究没 不能说啊 这 这结婚不能说 你给我闭嘴闯后 记住了 喂 中国人结婚 我不忘了 什么呀 我这个事 又 你给我去 你给我 copy 你知道吗 有百分之三十一点五的人 会在婚前吵架翻脸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家庭反对 那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房子 是不是该家名了 谁付钱买车 要不然就是结婚的聘礼 够不够 还有一个 就是婚俭的时候身体有问题 比如说 不能生孩子 算算算别说别人了 说说你吧 比如说你姐 你姐不是也不让你 跟你们老板谈恋爱吗 所以我就说 你们 怎么了 我姐有病 你也有 不是聊挺好的吗 怎么走了 亲 能不能把你嘴缝上 你这样会搞砸的 已经搞砸了 好 因为你的意思是 一个真正的控制狂 他不会认为自己就是控制狂 而是发自肺腑地认为 自己是全世界最无私的人 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别人 对吗 控制欲过强的人 通常安全感都极定 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 雷斯·派尔特曾经说过 所谓的控制狂 其实就是比你更关心某件事情 而且他一直认为 这件事情是为了你好 还记得那一次见雷斯尔 贺周一曾经问过他一句话 那就是你这个控制欲很强的姐姐 不喜欢方淼贝 林尤阳的反应恰恰说明了 他和姐姐之间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 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要弄明白的 就是姐姐到底希望帮助弟弟神吗 这还要弄明白吗 老大 事情很简单 张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林尤阳 拒绝贪慕虚荣的方表做弟媳 这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原因 合情合理 是吧 尤其是张医生 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 出于同情跟你们说了实话 我相信张医生绝对没有理由撒谎 张医生没有撒谎 他只是被盲卖鼓虑而已 事件看起来似乎很简单 姐姐反对贪慕虚荣的方表亲家门 看那么问题来了 林尤阳曾经亲口说 我姐她是方表贪慕虚荣 贪慕物质这些东西 它绝对是个借口 之前好的时候也违反自然的 而且现在方表那么大的改变 他怎么会拿这种事情来说事呢 以他们姐弟之间相互了解 他们的感受无疑是最正确的 老大你别卖关子了 每次你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头已经有一个突破口了 对 只不过你还没有得到硬仗 你快说 你快说 快说啊 快点 能让姐姐装病 反对他们结婚的真正原因是 我知道了 哎呦我的姑奶奶 您咳嗽回来了 咳嗽我了 快快快快 办公室有免费的饮料 有什么不喝呀 买咖啡买了这么长时间 买咖啡需要排队呢 排队的过程当中 我就在分析方表的这个案子 忽然一刹那儿 灵光乍现 我就想到了为什么林优雅 来反对方淼的原因呢 据统计 百分之三十一点五的情侣 在结婚前夕会分手 主要原因是家庭反对 其中呢有四大因素 房子 车子 票子 孩子 你都知道了 继续说 据之前的分析 姐姐呢对他们物质不会反对 车子 房子 票子 这些全部排除 就剩下最后一项 那就是孩子 你这什么破分析 谁的孩子 方淼的孩子 小姐 方淼现在还在坚持演出呢 前几天咱们可是一起去看 她主演舞台剧 你忘了 莫莫的意思我完全听明白了 之前 Tina和庞伟分手 是因为Tina怀孕了 现在呢 林优雅反对方淼和林优雅结婚 是因为方淼也怀孕了 哇塞 多么伟大的 罗地推理啊 莫莫 请问现在是一个怀孕的季节吗 我先去问林阳和方苗 也行 别打岔了 你懂了啊 老大 老大 咱们继续 周末是对的 我非常赞同她的分析 就按照她说的吧 咱今天买什么 逛哪儿 咱今天哪儿也不去 什么也不买 哪儿 我刚给优雅打电话 她说她忙 我就问她 姐姐呢 好久不见了 她说她生病了 在家休息呢 我就去买了点高屑 炖了个潮汕沙坡粥 陪我去看看姐姐吧 你不是说你今天陪我吗 那你姐姐 你不是说你今天陪我吗 走吧 走啊 上车啊 乱那儿干吗 喂 喂 方小姐 你好 是这样的 我们是城中区妇业保健医院的 之前你在我们这儿 做过一个婚前检查 您还记得吗 没有啊 什么 我没有在你们这儿做过 我是在我们这儿做的 不是啊 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可能是联邦 有失误 信息串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医院呢 现在有一项免费的体检 希望您过来看一看 就关于这个 这个基因筛 筛在这儿 喂 就是因为她得病了 所以才将计就计 需要有个人照顾她 比如 我给她照顾恶恶地心 哎呀 更不可能了 你说她憋了这么久 卖了这么大的关子 就出这么一大俗招啊 真正的刚手不必俗招 好用就好 可是您之前论证 连统雅这控制欲有多强多强 那方淼这么好的一个地席 她都不接受 她能接受另外一个吗 控制狂最大的弱点 就是极度底下的安全传 别看她试图操控层级 但是她内心的恐惧 完全打过我们的想象 现在家里的关系 已经危机四伏 而且她现在装病 已经骑虎难下 此时如果有一个外力介入 而且站在她这边 她一定会像一个 救命稻草一样 狠狠地抓住她 对不对 我们要用爱感化姐姐 我说周一 咱这车能不能稍微开快点啊 您这都赶上蜗牛爬了 我开车肉你不是不知道 超过二十万我就晕车 不是 你说咱也没跟人姐姐打个招呼 你忙着人上门好吗这样 那有什么不好的 我以前跟姐姐关系很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 极奇怪怪 肯定有什么事瞒着 谁 还能有谁啊 有羊呗 难不成是你啊 还有连事啊 连事不能够 人家现在 死心塌地要跟你过日子 是吧 每天在这准备婚礼 我是担心姐姐的身体 应该没大事 真有事 连事肯定告诉你 是吧 你朝哪转呢 应该是往右吧 往右 你看今儿天不错 要不然咱俩逛街去吧 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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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我到前面我 我掉个头 周一 你不觉得你最近有点反常吗 你不会又帮某人接手了分手的业务 在这儿折腾我的吧 你好心当成鱼干费的 帮忙还帮出埋怨来的 鸟 去连你家 走 快点 快点 快点啊 走 走 贺州一发来消息说 方表要去见林尤雅 那快去拦住她 拦不住她 我们现在要尽快把恶地区送到林家 我百分之百赞同这个方案 并且我觉得只有我亲自出马了 你这就你你你快歇会吧 就你这脾气 三句话就能跟林尤雅顶强 老大你派她去 属于拆咱们谈 真的 你歇的啊 这恶地区不就是我行我素点吗 正好符合我的风格 你那是乱出牌的我行我素 我们的要求是严格按照计划之行 你能做到吗 你们对我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是的 arel 张曼 听到你觉得很好 其实你不用问我 就问你自己也就好了 如果林尤雅跟你说两句难听的 你能说得了吗 再给你来一些什么过分的举动 你是不是会把真相都逗付了 我绝对会啊 你看看 可是那是生活当中 我生活工作分得很清楚 能吗 老大 我去吧 你 我坐下 虽然说这个案例 不是我独立推导出来的吧 最起码也是咱俩不谋二合 是不是 我相信你能够比公处置 你就别让老大选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有选择障碍症 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到工作生活分开了 怎么不同人不同对待了呢 来来来 咱别争了 要不去处表决吧 我同一叶子去 不过也同一叶子 非我莫属 你可以去 真的吗 不过要约发三章 到了林家以后 尽量地发挥你的性格缺点 可以任性 可以撒泼 可以发脾气 但是一切的前提是 服从纪律 OK OK 我的微信就是指令 另行禁止 不得违抗 明白 要不我陪你上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去 来了 来了 方淼 你怎么来了 我听游阳说 姐最近身体不太好 去医院 常说有点小毛病 不碍事的 姐夫 我熬了点砂锅粥 我想看看姐 哦 嗯 嗯 她刚睡一下 嗯 今天就算了吧 谁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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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淼 奢侈过来看看你 哦 哦 替我谢谢她啊 哦 哦 好嘞 我替她谢谢你 嗯 嗯 那 姐夫 您把这粥端进去吧 我都熬好了 您开火一热就行 行嘞 哦 没事 方淼 你有事忙你的 你不用操心这边的事 我没什么事 我前阵子天天晚上演出 好久都没过来了 也挺想你们的 哎 哎 你姐她毛病多 你不用太担心她 啊 行 那我先走了啊 姐夫 哎 哎 哎 方淼 啊 我 这里 也没什么事 你以后事多的话 就 就不用了 往这儿碰了 啊 那我走了 姐夫 哎 你看你看 我就说没大事吧 粥都留下了 咱上哪儿逛去啊 你想干嘛 坐死伴儿 咱买点东西 还是坐个支架 周一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们家人 就变得特别奇怪 我这儿都说不错啊 以前姐夫对我很好 但刚才 我刚才 好像忽然要说点什么 又不好说似的 我这心里特别堵端了 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这要干嘛你 停停不许哭啊 搞意识的你太敏感 其实他要真的有什么别的想法 可以跟我说呀 无所谓呀 我又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 老这么躲着算怎么回事 实在不行 我带你见零四去吧 算了不用了 该出现的时候自己会出现的 这就对啦 小妞儿走 上我那儿住一天的啊 我陪着你啊 我陪着你 过你接去 这》五号 Travis 啊 热门 你找谁啊 是子栋姐夫吧 你是 我是林优洋的女朋友 谁 谁呀 说是优洋的女朋友 我都说了 你刚才就不应该 见那砂锅粥 正好那姑娘来了 赶紧还个人家 我说疯 是姐姐吧 你好 我呢 叫李白田 这件事有点太突然了 我一时无法判断 不过你 你千万 别介意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我家优洋 他跟方淼感情挺好的 他也没跟我们说过呀 方淼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可是优洋跟我说 只能我知道他 他不能知道我 姐姐 姐夫 我 还了林优洋的孩子 好 是吗 我是迫不得已 才来找你们的 因为林优洋跟我说 他最尊重的 还是你们的意见 那倒是 我说什么 优洋一定是愿意听的 不过我家优洋跟我说 他是想跟方淼结婚的呀 而且他也 没在我面前提过你 姐姐你什么意思 不是 你觉得我是个骗子是吗 你觉得我是来讹你的是吗 那我就不怕一会儿 优洋回来我撞见他吗 算了 优洋一直跟我说 说姐姐你身体一直都不太好 我也不再打扰了 谢谢你们来接待我 今生今世 我都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我走 别别别 不是 你 你先坐下来啊 咱们有话好好说 好吧 我说话你会信吗 要看你说什么 我才会相信了 但是有一点我要重申 我弟弟是个正人君子 永远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可是事情 就是这么发生 事情有变 我送回家 你说 这第一次执行任务 默默那儿行不行啊 我觉得吧 冒险让他去执行任务 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老大太薪资手软了 我也觉得挺不靠谱的 他一个人挺让人担心的 其实我认识尤阳 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呢 是做时尚编辑的 我做的第一次活动呢 我就认识他了 他们都说他脾气很古怪 但我倒是挺能理解他的 我觉得一个男人 他对他的事业有要求 证明他对自己要求高啊 对的 我们家尤阳就是这样的 你没事吧 没事 好 谢谢 记得说 我有的时候工作 我不开心的时候呢 悠扬他也会劝我几句呢 我觉得 他知道我喜欢他 我呢也知道他喜欢我 但是我们俩认识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单独约过会 可是有一次他跟我说 我们俩之间不可能了 因为他有女朋友了 这就对了嘛 我家尤阳一向是自尊自爱的 他绝对不会同时 跟两个异性交往的 对吧 子冬 是啊 可是一个多月以前呢 他忽然之间跟我说 他说他跟芳苗分手 对 那个时候我正好我也在做活动 我就看他每天都闷闷不乐的 我就说我认识这么多年 还没一起喝过酒呢 不如一起喝一杯吧 那 然后你们就 他答应跟你去喝酒了 我真没想到 他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还是原本啊 有谁知道我家尤阳心里的苦呢 对不对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很多酒 也就是那天晚上 我就有了 那 你们是烂醉如泥呢 还是浅尝则止呢 也没有到烂醉如泥的份上 最主要我们俩按着彼此喜欢吧 这个就对了嘛 不对 你们这样会对孩子有影响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又阳说了 我说能不能带我去做个检查 结果又阳知道这件事以后 他特别生气 他说我都要结婚了 他说他 他不能要这个孩子 那他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是带着内疚的 感觉吗 何止是内疚啊 他是边哭边说的 其实上次方淼跟他分手的时候 他已经看清楚方淼的人品了 只不过 方淼一回来求他 他又心软了 我家又阳就是这样 从小就心软 重感情 真是害人害己 但是在感情上呢 他还是喜欢我的 我呢也喜欢他 只不过他不能对不起方淼嘛 毕竟是对他有一份责任 我们俩人经常说着说着 难受的时候 我们俩人都抱头痛哭啊 哎呀 姐姐 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 小李 没事的 没事的 你看啊 我不能完全替悠扬做主 但是我想 我的建议 悠扬还是会听的 这个孩子 你们肯定要要的 没错 悠扬一定会听我建议的 谢谢啊 姐姐 你好 杨阳回来了 嗯 悠扬 记住 到家以后 无论礼拜天 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要配合 你怎么 你 你怎么跟小李这么说话 不是 姐 身体不好 你就好好去休息 我的事 我自己来解决啊 悠扬 你跟我去房间 我跟你深谈一次 小李 你先慢慢坐啊 好 姐夫 我再给你倒点热水 谢谢啊 你饶了我吧 行 真的 不要搞我了 你能饶到自己的孩子吗 我能看出来你对小李其实是有感情的 但是你不能为了对方淼的承诺就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啊 怎么就怎么就杀了呢 难道那么严重 你这话说的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你又不舒服了 没事接着说 我接着说什么呀 我没话可以说 我说 只要您头不疼啊 你说什么我都听行不行 罗马罗兰曾经说过 人生没有反程票 一旦启程 无法再来 我这辈子是没有什么大成就了 但是你不同啊 你说你那么的优秀 你的生命价值如何体现啊 你的生命意义如何体现 咱们林家良好的基因要传递下去啊 我们家的基因也没什么了不起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爸爸妈妈就是因为是早逝 其实他们是很优秀的人啊 我那时候就是没有读大学 我要读大学一定也不一样 但是你不同 你看你天资聪慧 又这么有天赋 又这么聪明 对 你从小在一个完全无忧的生长环境下长大的 你是我们林家最优秀的人 你才能有今天如此的成就啊 对不对 我就是运气好罢了 是天赋好 天赋好 姐姐只要活着一天 姐姐就帮你带孩子 如果有一天姐姐不在了 就让你姐夫接着带 绝不麻烦你们 姐 你要干什么 你这样到底图什么 我能图什么 我对你有什么企图 我是你姐姐 我是为你好 我就想 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能看到你结婚 生子 快乐的生活 这样 我和方表摊牌 和李开天在一起 你满意了吗 不对 等等 我们忽略了重要的一条 你明天呢 就带小李去医院 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交一份体检报告给我 行了 别胡思乱想了 挺正常的 卢卡斯说 当我们进入情侣生活之后 烦恼是什么 就是女人内心 永远把自己当成母亲 男人呢 内心永远是单身汉 给你这个 没眼霜 摸摸你的黑眼圈 可管用 谢谢啊 你说你每天担心这个 敏感那个 人搓下条 根本没往心里去 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 最可笑的就是 你伤心难过好几个通宵 结果回头人见你 跟没事儿的事 给你这个 特好使 你这意思是说 悠扬也会这样 所以现在有什么伤心症 你就别想了 我觉得有必要恢复一下 我们单身的传统 要不要整点美酒小菜滋滋 你们家有吗 我刚刚看你那冰箱里都是空的 我去 苗子姐 你是真伤心吗 你什么时候看我冰箱了 你饿了 我有点 不是 你这人这么抠 我也不好意思问你 什么时候吃饭啊 行 祖宗 我上个辈子欠您的 我一买去 说吧 压脖子 鸡爪子 吃啥 昏豆都有 你是真伤心吗 蛋糕 你好 我看到你 你现在还说 八万 三万 五万 三万 五万 六万